陈乔恩分享葡萄柚减肥法网友态度两极化 陈乔恩与大马富二代老公曾伟昌 Alan上个月前往土耳其旅游 庆祝他们交往四周年 但陈乔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的减肥经验时 遭到了一些网友的抵制 陈乔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分享了 他一周瘦三公斤的葡萄柚减肥法 并且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分享了 并表示他将完整的减肥过程 分享在他的小红书账号上 以供有需要的人参考 然而意外的是 有一些网友呼吁抵制小红书 并表示如果他愿意分享 就应该在Instagram上分享 而不是在小红书上 陈乔恩对此不忍回枪 他解释说尽管他也会变胖 尤其是每次旅行都会增加三公斤的体重 但他通过合理的饮食管理和方法来维持体重 他强调他一直以来都使用的葡萄柚减肥法 是他保持体重的秘诀 这一争议引发了许多粉丝的支持 他们纷纷为陈乔恩辩护 并继续与抵制小红书的网友进行争论 总的来说陈乔恩的减肥经验 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上的争议 他的坚持和回应也引发了他粉丝的支持 这个话题继续在网络上发酵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